聽說你講的事情 我一般都贊成 不過聽說85% 你們好朋友請別來 要跟副總統來合法 我覺得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如果說賴清德 他要當蔡總統的副手的話 他現在何必離開 他當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總統要講他的回廊談話 要講ABS這樣 朱溫完全都OK 因為我們都談過了 即使沒談過 也跟大家講說都談過了 就好啦 這不就是副手嗎 以前有一個副總統叫李元醋 他常被講是冷氣機 而且是最高檔冷氣機 靜悄悄 你今天如果賴清德院長 他是已經打定主意 回鄉過完年吃完火鍋以後 然後就要跟蔡總統來搭的話 第一個他不用離開 第二個他也不要去講 這一些總統階級 包含國家未來制度是不是 這明明就是總統的職權 對 這是總統職權 而且也是他的抱怨 我就是因為有責無權 我就是因為行政立法極大落差 立法院明明其次過半 但是立法委員都因為 各自的選票跟民意 跟輿論等等壓力 無法跟行政院密切配合 以至於法案摯愛難行 以至於施政 那麼可以說是處處撤軸 這是賴清德的一個抱怨 你要看到他的聲明 你把它對一下就發現了 跟四大佬的聲明有點像 你不讓行政院長好做 有沒有 他現在就告訴你他不好做 四大佬在不對的時間出手 所以他們先沉疾下去 之後還會再出來 剛剛梁戴兄弟講得也對 他如果沒有做副總統 他如果沒有無台 有 開始初選 拚過就有無台了 四月 周中泰說 四月民進黨就要決定 他的總統參選 所以也就是說 今年過年他也不好吃睡 兩天吃一個米糕或什麼 就開始去拜廟 沒人過年吃米糕 吃你的米糕 看他去 就開始要去拜廟 賴清德就要到處去跑了 他要到處下鄉 到處出現在 等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講 賴清德跟朱立倫 準備進入同樣的網紅模式 孫昌也是 他們會到處去 你不會找不到他 他可能一小心 不小心在哪裡 你就可以俘獲野生的賴清德 對 他就在那邊吃麵 吃農產品 然後就有一個影片出來 他不會沉寂的 因為他要留給自己 跟民進黨一個 這次不救人 救人 救人隨身 射到的打高鐵 或是滷鼻都可以 你不要打開 所以賴清德 他基本上 因為民進黨的初選 四月就要做決定 他二月大概過年期間 就要開始跑 有人拱 就看他有沒有這個勇氣 如果他真的願意去登記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讓民進黨裡面的人 去找到更好的人選 如果初選之後 他再去當他副手 我都覺得更好 而不是說總共都沒事 然後就也不去參與 讓民進黨有多的一個人選 所以我的看法是 賴清德就是因為 已經打定主意 我必須要讓民進黨 留下另外一個選擇 這不是內鬥 也不是逼宮 而且事實上 蘇貞昌跟賴清德的關係 大家知道眾所皆知的好 所以這個為民進黨 打拚的行政院長 他並不會有 對誰較重的問題 我就是為黨好 為台灣好 為國家好 所以民進黨內的參選 最後代表民進黨選總統是誰 跟我說文昌也無關 我就做好我的行政院長就好 然後我也沒有要選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接下來就是賴清德跟蔡英文 他們在黨內的 這個所謂的初選起跑 賴清德除非他勇氣不足 不肯去登記 也不願意去登記 要不然的話我覺得賴清德出來 成為民進黨的另外一個 總統參選的可能性是極高的 當然這一點我跟梁蓋兄 就是看法不一樣 他覺得說一定就是蔡賴配 我覺得就是因為不想蔡賴配 所以賴清德他才選擇離開 我們現在去講到什麼配 我認為其實現在人民 都還沒有辦法聽得很興趣 現在人民應該是 一定也不會是蔡人配了吧 這個我實在不曉得 應該是說 現在應該是比較像是 剛才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整隊剛剛完成 才剛完成而已 你看我們這個黨才剛選出來 主席剛就職 院其實交接 還有很多的副首長 還沒有完全補齊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的整隊 應該說剛剛完成 所以我覺得蘇貞講得不錯 現在唯一只有就是做出成績 要不然人民連耳朵都不會打開 再聽我們的聲音 你說不用等到 招不招誰回來了 人民現在對民進黨 基本還是留下查看 他或許還有很多的負面的批評 還是有很多認為2020年 不值得讓我們繼續的連任 或怎麼樣的部分 所以你現在去講說 你告訴現在還在怒氣中的 民眾說我是蔡某配 蔡某配 他要跟你講說 我不要支持你們這樣子 如果說現在相反的 就是說我們整隊完成後 假設如同剛才龍建兄說的 國民黨可能現在 還暫時沒有整隊完成 就是說總統局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搶得一些時間 你說敗選的要整隊 盛選的也要整隊 盛選不用整隊 盛選現在不是也有天廳 也有相公的 還有很多要出心書的 還有那個部分的 而且盛選他難免會有一點覺得 有贏面所以他可能會比較不容易協調 然後蘇的人他總會認為說 我已經僅此一步退無死所 所以大家必須要拚了 拚了 所以這個東西有時候 見壞不是壞 見好不是好 這個有時候不見得的 然後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 我們如果多了一點點這個時間 換取空間 結果這空間又換不回來 又做不出成績 這個時候什麼配也沒用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如果要講什麼配 我跟主任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真的等到春天過後再說 就是說等到過好個年 春暖花開後 不管前面兩位 萬一賴清德活起來怎麼辦 活起來也不錯 你會支持賴清德嗎 如果他真的活起來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黨內的看法都會認為說 如果蔡總統 他經過任何的努力 都沒有辦法起死回生 換誰也沒有用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換誰也沒有用 所以就不用換了嗎 沒有 我的看法 所以才會認為是說 賴清德不管是要去台南吃火鍋 還是要在廟裡面被巧遇 被捕獲 我覺得大家都先各自去努力 各自努力的情況之下 賴清德他以前都是地方的 然後他當了一年多的行政院長 他現在用憲政的高度 提出很多的看法 而且他現在人氣真的還不錯 我就去走一走 民進黨內目前還不存在 我認為賴清德跟蔡英文的距離 絕對比目前國民黨四位以上 想要選的距離 還要近一點點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交情更好就對了 會近一點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賴清德會在 不顧大家的情況 然後只是覺得 你不要一直說我辯論 好像好像顯得不誠懇 我現在講的是我的肺腑之言 面對沒有說不誠懇的 我是肺腑之言 我剛剛韋翰非常鼓勵賴清德 一起投入初選 既然民進黨是要找出最強的人 打2020內仗 初選是不是個好方法 初選絕對是不能迴避 如果真的有人要選 像我們委員也是一樣 我們在高雄選去整病之後 然後我們的高層會來協調 協調有做出一個結果 不過你總統 你講立委 他又要說你冠軍了 他又講一句話就是說 我協調只是初步 把你們已經檢調的一席 我們做了一個安排 但並不代表你不能被初選 我們民進黨的規定 比國民黨清楚 就是說你 我只要有一個人 他有符合兩年以上的資格 我說我要選 他還準備了一筆錢去登記 你還真的沒他辦法 你還真的要跟他初選 總統也是 只是總統的門檻 那個錢多一點點 也沒有多到哪裡去 我忘記是100 200了 好 那你去登記 登記以後蔡英文 就算是賴清德最後讓給他 或者蔡賴沛 那個人他還說我要選 我要跟你辯論 他還是要出選 一定要出選到底 所以我們民進黨 比國民黨好一點點就是說 提醒尤英龍準備錢就對了 我是覺得他最好不要了 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是覺得民進黨 比國民黨好一點 就是可預測性高一點 就是說我們已經可以判斷 我們大概會是什麼時候出選 好像我記得 新政黨主席已經宣布了 3月以後 對 他就已經宣布了 他說4月要把人選出來 我們都還不用宣布說 賴清德你來 你來 蔡英文你來 你來 我們幾個人討論 還要超過1 2分以上 才能決定什麼方式 你們不是參選人協調機制 對 我們沒有 我們的機制寫在黨章黨綱裡面 大家都是照規矩走 所以我會認為 只是說這種可能性很低 所以你真的要考慮趴數 預測的話 我認為蔡英文當總統候選的機率 還是極高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上面說 這個擁抱一切盡在不言中 都已經抱成這樣子了 還不配嗎 這是蔡英文臉書給大家的一個訊號 另外極有可能2020 也會參選的柯文哲說 外界推測蔡清德可能會 挑戰2020 他說我想他們也在評估吧 怎麼看新內閣人士 他說人事變動太大不好 目前雙手長制怪怪的 好像也滿呼應 賴清德說要修憲變成內閣制 他說誰來當總統都不容易做好 國民黨現在率先宣布 要參選的朱立倫 聽到這2020的蔡賴佩說 不禁一番廝殺 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現在含什麼佩太早了一點 關心自己強不強比較重要 他到底是在講國民黨 還是在講民進黨 不禁一番廝殺 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他在評論民進黨 還在講國民黨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說 會不會是廖化內閣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名單沒有出來 會打一個問號 比較這個打個問號 UB一下 今天可以把問號拿掉了 他就是一個廖化內閣 就是鼠中五大將 廖化周顯豐 那名單剛剛韓濱雄介紹 我就不提了 這個是蘇貞昌在2007年 選敗給謝堂廷之後 蘇貞昌正銀講的 捲旗不繳械 流竄不投降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雖然輸給謝堂廷 因為在我右手邊的天林兄 他以前是謝系的大將 那時候蘇貞昌很怒 捲旗不繳械 流竄不投降 下面一處 我們黨內出選 輸給謝堂廷沒關係 但是我們不投降 我們不繳械 蘇貞昌正銀 後來他跑去美國 被阿扁叫回來 變成謝堂廷的副總統的搭檔 這個歷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賴慶德 今天在交界對面講 這個非常的不勇敢 因為官方都很清楚 不在其位是不謀其政 美國豬肉從來還沒有談面話 他今天故意講 這是個風向球 豬腳開放了 美國一直在 因為之前阿扁總統跟馬總統 趙宜祥是去談 美豬開放進口的是嗎 之前阿扁總統跟馬總統 被罵的都是美國牛肉 他今天把豬肉 故意把它講出來 我覺得是怪怪的 最後我要請問一下賴院長 賴慶德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個他講過的 我想請問蘇院長 你是不是 蘇貞昌 你是不是也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所以我不是很同意 我要講說賴慶德去選2020 如果賴慶德 你注意看 今天在行政院的交接 上個禮拜五在總統裡面 他從來不講中華民國了 賴慶德他是不認同中華民國 這務實台獨 那你選中華民國總統幹嘛 所以我還是那個結論 要選2020的總統 每個中華民國國民都有資格 但是請你先把你的兩岸政策 跟論述講清楚 如果你要說你是台獨工作者 我也尊重你 因為真的有獨派 民進黨 問多小團真的有獨派 你就說我是獨派 如果你聲稱你是獨派 你不認同這個國家 你還能當選 我還是得叫你總統 但是你不能用騙人 我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我請問觀眾朋友 他一年多的時間 剛剛謝龍介說他的民調很高 我是無法認同 因為賴慶德做了什麼 謝龍介最清楚 他的民調在高什麼 他說他比蔡英文高 對 但是我不曉得他在高什麼 民進黨來的他比蔡英文高 他也比蘇貞昌高 問題是重點之一 他今天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怎麼會被謝龍介追得打 台南市議會這麼多的質詢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賴慶德你要選 你一定要把兩岸政策講清楚 蘇貞昌 當然我不是立委 你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一年多的行政院長任內 賴慶德他做了什麼 務實的台獨工作 我看不出來 但去標榜那種 獨派大佬就挺他 我覺得不應該去取巧 應該務實 講清楚 說明 郭忠祐一句話就好 因為剛剛在講 就是都已經有這個擁抱 剛剛那一章在這裡 總統是特別在1月11號的時候 他的臉書跟Instagram兩個都發 讓大家覺得他跟蔡英文很好 在這個所謂的互動的過程當中 代表這個人 他非常需要這個人的擁抱 他非常需要這個人的幫忙 現在是心理學專家嗎 就這個爆發是他很需要的 但是觀眾朋友看一下 同一天賴慶德院長 可沒有把你們兩個 那張照片貼出來 他只有貼行政院的 而且他的那一張 你看只有兩張 一個就是他要離開行政院 他上去致辭 另外一個就是交接 所以即使你們兩個 總統跟院長有那樣的擁抱 那也只是蔡英文的單相思而已 絕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